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我们的导播小姐姐 在未来每周同一时间 我和各位老师都会在金牌夜线来接听三通电话 用声音链接情感 让电波传递温度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和倾诉的话 可以在我们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 0791 8834 079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 请导播小姐姐为我们接进来 喂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好的 现在帮你把电话揭露 请您稍等 你好 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弯弯 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姓刘 小刘 您好 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和我们分享吗 就是我不是谈的女朋友嘛 我妈可能对我女朋友有一些偏见 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反对 她只是说让我去了解我女朋友家里的一些情况 是家庭背景啊 工作啊 权利这种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可能说的比较直白嘛 然后在我女朋友那边对她造成了一些影响 后来就是她们第一次见面 是我妈她就觉得这个女生不怎么样嘛 她就说这个女孩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啊这种 我妈可能有一些居高临下的一些姿态 对我女朋友给她一些下马威的那种感觉嘛 是什么样的一个下马威 她们聊天的时候 我妈就很直接的就对我女朋友说 我觉得你条件也一般 然后什么的 你可能配不上我们家谁谁谁 然后说我总有一天以后会觉得你配不上我 然后说以后我会出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说这些话 很难听 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出轨就是让这个女孩 就是你既然选择了你就要承受她以后 有可能会出轨这个事是吗 对她就觉得我女朋友配不上我 我们就觉得可能觉得我女朋友有一些 她认为的条件就是不太好 我女朋友就是小城镇的那种普通家庭 我们家庭也差不多啊我觉得 那你妈妈为什么会觉得她配不上你呢 我妈可能就是挑身高啊 然后挑工作啊挑学历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 你们俩的学历是是怎么样的各自学历 我是硕士她的本科阿姨 身高你们俩是什么样的 我178她要那个女人 那听完这些妈妈当时又是什么反应呢 我妈也很生气啊 就是觉得好像我这么一个大男人 会为一个女生做一些没有面子的事情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那边家庭 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冷战 就没有跟他们联系过 我妈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不管看我 就说她也不支持也不反对 这样子 你女友现在对你妈妈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女朋友可能她也比较敏感嘛 就是说我妈有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说了什么话她就会去揣摩我妈的一个意思 她有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我妈是在针对她什么的 比如说就是之前冷战过后 我爸妈和我女朋友我们一起吃个饭嘛 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嘛 我问我妈平时在干嘛 她就说她在唱歌啊跳舞 她最近想买一个话筒嘛 然后女朋友听到这句话 她就觉得好像是我妈是在暗示 让我去给她买 或者让她去给我妈买 然后但是我妈其实就是聊天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你们俩现在总是要往下走的吧 那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缓和一下我女朋友跟我妈之间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 就一个问题什么时候结婚想不想结婚 想计划再把我女朋友带回我家跟我父母相处个两三次 然后就把结婚的事情给定一下 你是独子吗 我是 妈妈是不是从小到现在为止对你的期望都很大 对 因为我妈就是属于一种女强的那种性格 我爸其实是属于比较偏软的那种 我家里面经济之助是我妈 那我爸可能很多时候是属于一种缺位的状态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请三位老师给你一些可食操的建议好吗 首先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关于这个您母亲的问题 我妈就是您妈这样的一个性格真的很像 就是在她眼里啊 全世界没有谁是配得上我的 所以她会找一些像外形条件 经济实力这样的硬件条件来指责来拆散你们 我甚至还有听说过什么你们生肖不合的 甚至网上还有段子啊 我属猴 他属龙不合适 在一起喉咙通 当然这是一个段子 但段子也映射了一些现实问题 很多家长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们会就说 她宝胖 只能好一些这种 太矮 太高了 太胖了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您只要觉得她美 她觉得你帅 并且你们内心都是那么的坚定的 我觉得就特别好 然后第二点 我个人的建议是 这段时间里边 先减少一些直接的会面 你现在跟你老婆好好处 让你变得更加好了 比如事业有起色了 生活更滋润了 心态更好 状态更好了 从你妈的眼睛里面看你 你变好了 你妈就会觉得 我儿子跟她在一起 说不定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你的段位不太高 要修炼 你妈妈说你去问一下女方的情况 其实你挺老实的 老实芭蕉的我就去问了 其实这一问呢 毫无疑问 这话肯定是你爸妈来问的 第二个 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认为 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你的下婚 唯独你的妈妈是接受不了你下婚 很多事儿 是你小两口的 是一定不能让你的妈妈去感受到和知道的 否则他一定会能受 未来你一直要充当润滑剂和双面胶 理清楚你母亲的性格和需求 和你女友的一种状态 刚才你说的简单的例子 敏感到什么 其实妈妈只是说一个话题 我认为女孩其实处理的并不是很好 你可以说她是敏感 那以后还会表达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回家吃个饭 碗怎么放 鞋怎么弄 谁来洗这个碗 那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呀 那你会抓耳脑塞 小刘对不对 对 你这个双面胶和润滑剂 你到底想没想好怎么去做 千万不是你原来用那种 直接了当的方式 我妈让我来问一下你 你挣多少钱一个月 废了 我老婆说让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妈妈我最近变优秀了 废了 你妈妈跟你的共生关系还没有结束 因为她含辛茹苦地把你从一个婴孩培养成一个硕士毕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可能更多的是很少参与的或者是一个祸悉你的 所以妈妈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她以你为荣耀 也以你来证明她存在和生活的价值 所以不管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都不会满意 你找一个比你优秀的 你妈怕你受欺负 你找一个不如你的 你妈说她凭啥 她怎么可以高攀我儿子 所以当你找什么样的 她都会跟她理想的 期待的世界是不是围绕我转的那个期望去对比 所以最后我给到你的解决方案就是三句话 第一 对你的妈妈强势一点 坚定一点 那对你的女朋友同样的也要强势一点 这个强势是恢复你在恋爱当中的这种平等权 尊重权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对自己 你要自信一点 就像你妈妈说的 硕士毕业一米七六的身高 你不差的 家庭条件也不差 对吧 父母也不差 所以你要有充分的自信 去经营自己的爱情 准备好这一切 再去考虑婚姻 我们这个现场有一颗非常漂亮的许元树 您觉得哪位老师对您的这个建议帮助最大的话 我们会邀请他给您写下一份您的心愿 那你觉得哪位老师对你来说帮助最大的呢 第三位老师吧 希望自己可以早点解决 我女朋友跟我妈之间的一些矛盾吧 好 我们先挂断电话 也希望您后期继续关注我们的金牌业线好不好 她的这个方式其实关起门来 你们两个怎么施爱 怎么去原谅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关系本来就不是那么融洽的情况之下 你还把我的那份对你最大的期待和爱 变成了下跪去求另外一个女人 而且是我不太愿意接受的那个女人 在这种矛盾的升级过程当中 会加深 一定是加深的 对妈妈来说是一个尊严扫地的行为 对 尤其是对一个强势的妈妈 因为母亲她想的会比较多 她会想着你现在都这样 假设我真的松口让你们在一起了 以后会怎样 会来有你的苦果的吃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在就是跟这个女友交流的过程当中 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我觉得作为女生我也觉得很接受不了 是的 你配不上我叫儿子 以后我儿子会吹鬼 你不要我会管的 这很过分啊 女生的爸爸 这两码事 这两码事 其实妈妈这么做 我并没有觉得她是对的 可能她的确性格也不好 但是性格不好的原因是不是有原因的 不是说谁生下来 无缘无故的我对一个女孩就会说这句话 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里面 你看她所表达的都是她妈妈一个人去赚钱 你要缓和这段关系 你就必须得和自己的女友做好 这一定的解释和溶解这座冰山吧 倒不是说上人不上人的问题 端水大师的徐老师非常好 滴水不漏 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热线 喂你好 这里是金牌月线 我是主持人弯弯 请问您怎么称呼 你好 我叫韩玲 我们就叫您小韩 小韩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妻子 我们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但是我的父亲不肯给办婚礼 也不给我们任何的帮助和支持 领证之前我们吃过一次饭 当时我的父亲并不了解 我的女朋友 她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小女孩 是她前任男朋友的 她前任男友的孩子 对我特别喜欢小孩 也喜不喜欢她的孩子 我能接受 但是我的父亲 因为一些观念的问题 坚决反对 你当时是怎么跟她说 你的女友跟她的前男友有一个孩子的 当时开玩笑地说 我们两个有孩子 然后她以为我对象怀孕了 我就网上找了一个怀孕的证明给她 我希望能快点 去得到父亲的支持 给我买一套房 帮助我们建立独建一个家庭 现在房价这么太贵了 我现在又付不起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的地点 你家庭条件怎么样 要说小时候的话 没有任何的零花钱 然后玩具的话也不是很多 别的小朋友有的东西 我们家都没有 长大之后 可能父亲买了几套房 后来涨价了 所以你当时是跟父亲隐瞒了 就是这个孩子 是他和他前男友的 对啊 我一开始是隐瞒了 后续的发展 就是我坦白了 毕竟我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不可能去欺骗我的父亲 所以当你父亲知道了真实的情况之后 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就是各种辱骂 然后跟我的亲戚朋友说 这个女人我们都不能要 如果我要了 我的妻子做老婆 不让回家 断绝一切关系 也有亲戚帮我支招嘛 就是说你俩怀了孕之后 你父亲是不是就可以同意了呢 然后我们俩就真怀孕了 是怀了一个双胞胎 他也不同意 其实我妻子想通过这个法律 起诉到我的父亲 但是我觉得太极端了 不会说是凑成一个 大事化小小事化疗 你这个一家人传言员的这种现象 去送你父亲什么呢 告他什么呢 嗯 告他不给你钱 不给你买房子 因为他要求我们离婚 其实是违反了婚姻法 那现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的父亲有表态吗 他的态度就是说 我要自力更生啊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很老啊 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才能去养活这几个孩子 我是因为迷值了 对象是一个这个私立学校的教师 也不稳定 那你现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先不跟他交流 要买不起房我们可以租房住 先找一份这个工作 尽力地去抚养这三个孩子 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能有给我对象一个婚礼啊 我还希望能有一个住所啊 你能完成我妻子的愿望 所以就是你现在对你父亲的诉求 其实就是能够给妻子办一场婚礼 然后你们能有一个地方住 是这样吗 是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看 针对你目前的这个困惑 我们的嘉宾老师们 有什么样实操的建议可以给到你 我挺想说若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很幼稚 我说实话 就做的很多事 你给一个父亲带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惊喜 全是惊喜 就是你让人猝不及防 你觉得谁受得了 第二个 我很想知道你 你幼稚地认为生米煮成熟饭 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得了吗 你明白事情的核心关键吗 其实根本压根不是你的老婆 之前的那个孩子的问题 是你的态度和方式的问题 起初你用骗子 对 然后到后面爆出一个雷来 最后又结婚了 再来个双胞胎 我再问你一遍 三个孩子 你忙得过来吗 你想你的孩子 未来在和别人说的时候 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玩具 你想过成那样的日子吗 可是现状 你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我的生活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上的职场 我现在只能给孩子带来一些 精神上的鼓励吧 就是说物质方面的话 喊加油吗 来 加油 也没有 现在来说也没 就是说我妻子一个月 八千块钱的工资 我正在找工作 我觉得给孩子物质 那只是物质 更多的应该是教育 我只想告诉你 能不能别飘在空中活着 接下来就踏踏实实 过好接下来的日子和生活 找份工作 租房不能活吗 等你有了钱 你可以从20平米的房 换成50平米的房 再从50平米换成100平米 都没有问题 前提是 你是不是很坚定的这段感情 你们俩在一起 能够创造出财富和生活的幸福 还有 你期待的那场婚礼 是你自己给的 不是你父亲给的 其实您的父亲啊 他并不是反对你的爱情 他反对的是你的一意孤行 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个东西 却因为你们的这个上头 而导致了想凤子成婚 压力越来越大 滚雪球 到现在很难收场 我的建议就是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做一些短平快的 能够来钱的工作 赚点辛苦钱了得 你得付出你的劳动和时间了 快递 外购等等一些 先把这个时期过渡 如果双方没有支持的话 你这三个孩子你怎么办呢 孩子是无辜的呀 对呀 他们不能生下来遭罪呀 刚刚你也说精神鼓励 这个是有点扯的 对吧 孩子下来是需要吃奶的 要吃饭的 对吧 还要有这个生活必须用品的 精神什么的 孩子们刚生下来也不会懂的 先把他们的这个身体 培养好 我在接你的这个连线的时候 我非常的沉重 因为我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妈妈 我也有一对双胞胎 所以我特别知道养育孩子的那个滋味 我也特别知道孩子花钱的那个滋味 你完全没有计划 反而是老父亲为你操碎了心 然后你一方面又希望做一个富保男 又希望依偎在自己父亲的臂弯里 希望父亲能够给到自己支持 所以你非常的矛盾 那另外一部分的心痛来自于 我对你那两个还未降世的双胞胎的孩子 我会觉得你以为他们要的是精神鼓励 爸爸爱你们 妈妈爱你们 我们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你压根就不知道孩子要什么 孩子要的是安全感 孩子要的是爸爸妈妈真的准备好了 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不是亲戚一拍大腿说你们搞一对孩子出来 你爸就同意了 不是这样的 你一方面说我能行 我能行 我能担负起我的生活 但其实你根本就不能行 然后谈到婚姻 你说一个婚礼是你媳妇的愿望 是你妻子的愿望 那你父亲是什么愿望呢 那你孩子是什么愿望呢 那你未来想要过一个好日子 需要什么支撑呢 就我们的生活不能建立在乌托邦想象愿望 不能靠画大饼来过日子呀 所以最后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就是你勇气可嘉 但是我以一个过来人 以一个生养过双胞胎的妈妈的角度 也以一个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角度 我郑重地告诉你 就是未来真的难得会超过你的想象 还觉得一切都很OK的话 未来会很难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支冷起来 第一脱离对父亲的依赖 不要指望着父亲给你一个婚礼 父亲给你一个好日子 父亲给你一套房子 既然你们已经拥有了孩子 孩子也准备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那你们准备挣多少钱 来给他准备奶粉钱 挣多少钱来给你的媳妇过月子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你的计划是什么 开始执行 你要有一个计划 你不要光全想 你可能要从一些辛苦的事情先做起 比如说送外卖 比如说送快递 对吧 可能会辛苦一点 但最起码你要走出家门 你要开始奋斗 这才是你一个男人 该支冷起来 该做的事情 好的 好 谢谢您来电 时间原因 我们就不跟您多聊了 好吗 谢谢您 好 拜拜 再见 整个下来我觉得好气 为什么 就是人是渴望幸福的 这个毫无疑问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 希望大家都有那种梦幻般的 自己想象的那这么种 我是觉得他完全没有做好 生孩子养孩子 和给对女方一个好的生活的这种准备 记后果的做事 对 就像采西娃皮一样 滑到哪是哪 过两天你给我买套房 过两天你给我整个婚礼 就出了 确实年轻人在结婚成家这件事情上 需要父母给予物质或者是房子的支持 这个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可以理解 但是他的表达方式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是一个靠谱的状态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有人说父亲给是勤奋 不给是本分 还有说一对没有思想准备的人 怎么去面对一双即将降临的孩子呢 是是是 我们也感觉好像确实没怎么做准备 还有网友说自己做出来的事情 自己处理 自己担当 好像这个小韩没有做好 应对接下来的这些现实情况的准备 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解决 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热线 我们看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来听听看 你好这里是金牌夜线 我是主持人弯弯 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我姓黄 小黄你好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关于请示的关系的 我是在校大学生 我肯定是希望能跟大家友好相处的 但是去上课啊 去活动 我又经常喜欢一个人行动 因为我觉得一群人不拉 这有点太婆娜了 就是做事情不太方便 就算说去上个课啊 就要等这个等那个走 我就喜欢一个人走 其他室友就逐渐抱团了 对我有点意见的样子 然后上个学期 室友们就集体去找班主任 然后想让我搬出去 我就跟老师说 我可以接受班主前世 但是这个学期已经学期末了 多多夜就很忙 我想下个学期再班 等我忙完了一段时间 大概六七天的样子 大家在群里就直接问我 什么哪天搬走 怎么还不搬走 就是你们请示的群是吗 对我们请示群 我觉得太咄咄逼人了 我九点崩溃 然后找了老师沟通 老师对于这个事业很生气的样子 他说不搬走都是我的权利 然后找了我的室友沟通这个事情 结果室友们又驱解了 就在班上很大声地说 还去找班主告状 说我们霸凌你 请他去告我霸凌 什么怎么不敢当面说 我们就是安全的班主前世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对我自己太大了 因为我比较看重友情 我是把他们当成好朋友相处的 可能就是因为平时 我对一些小事情忽略了 然后又是他们很在意的小细节 所以对我很不满 比如说呢 什么样的一些小细节你觉得 我记得老师当时举例说了一个 说我在寝室会喷花露水 味道刺激到他们了 然后我解释是说 因为全球寝室 就我一个人不吃螺蛇粉嘛 然后他们五个都会吃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在前世吃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喷了一点 然后就说味道刺激到他们了 你觉得是你的室友的螺蛇粉的味道大 还是你的花露水的味道比较重啊 我肯定是因为觉得螺蛇粉味道重 而且他长时间一直没散一直没散 然后我才喷的 花露水挺香的呀 跟螺蛇粉比的话 对吧 有些什么样的其他的事情吗 导致你们之间有这么深的一个误会 有一个室友是在上上个学期 我跟他就有矛盾嘛 我就没有再跟他有过交流了 然后我不是说我们前世他们有点抱团吗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 这个室友在后面上风烟火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搬 因为我觉得搬走的话 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做错什么 你自己本心现在你其实觉得是想搬还是不想搬呢 我是想搬的 因为遇到事情我确实下意识会逃避 我现在其实都有点害怕面对他了 那我们听一下现场三位老师有没有问题要补充 你有提到他们都有一个叫螺蛇粉友谊啊 大家因为共同的喜欢吃螺蛇粉 所以大家在一起 那你还会有一些什么跟他们格格不入的行为吗 我觉得是跟地域有点关系 因为他们大多处于西南地区的身份 他们的想法可能更契合一点 平常你觉得自己敏感吗 很在意就是周遭人对你的评价和看法吗 我不是特别的在意 除了这五位姐妹以外 你在学校里面有其他你觉得玩得比较好的朋友吗 有的可能就一两个两三个 那那个寝室现在也还没定对不对 因为现在我还是在家里 所以还没去到学校面对这件事情 马上开学了我也有点恐慌 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什么都不是事 来了再说呗 所以你先排除自己害怕的那个情绪 因为很多人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 有的时候他是会一开始就是抵触的 害怕的不愿意去面对 否则你就无法成长 因为你可以换寝室 那接下来是不是能换工作呢 那接下来是不是能换领导呢 是不是每一次都要通过换的方式 才能解决呢 其实不然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摆正一个心态 不要畏惧人际关系 第二个建议 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生活当中 十个人 十个人都认为我有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以审视自己 但如果只是一小部分人 或者一部分人对你不认可 又有何方呢 有句话叫合则来 不合则散嘛 我给到小黄三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 你要主动地去找到同频的人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做主动 一个叫做同频 所以这就会对你提出两点建议 一个你要去有行动 有意识地去主动地寻求和人产生链接 所以叫主动 第二个叫做同频 就是你要有一个发现和看见的眼睛 你要知道别人身上有哪些是闪光的 你才能够找到这样同频的人 一般同频的人在一块 会比较有共同话题 也会比较容易走得更远 这是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 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同频的人 然后又跟这样的几个伙伴 没有办法很愉快地相处下去 那我就送给你一句话叫 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是你在不伤害集体利益 班级的这个规则 不伤害别人 也不伤害自己的前提情况下 你可以就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在群体当中 不管现在你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寝室里 还是将来你走向社会 走向工作团体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群体的生活法则 那在群体的生活法则里 是考验一个人的情商的 也是考验一个人向外管理 向内管理和向上管理的能力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需要修炼一下 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首先这个事很正常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刚好趁这段时间 让这个寝室的这个矛盾 反正大家也见不了面 稍微淡一些 开学了以后 先到原寝室住一下 感受感受 并且努力去调试 我觉得当孤勇者确实很帅 学校里面一个人走 吃饭上课 当你的实力专业 你的成就 能够碾压一切的话 那你这样做没有问题 但现在目前是 你还在上升阶段 你的很多作品 学习 包括学校生活 都需要同学或多或少的帮助 所以我建议抱团取暖 我也不太相信 这室友这五个女生 都对你有偏见 这五个人里面 可能有一个 是真的看你不爽 看你不爽的人 你做什么 他都会看你不爽 没用的 其他四个 心里可能没那么坏 只是跟风而已 他们做出他们的选择 先把学业搞好 关心 慢慢来 有这个信心 谢谢老师 加油 那我们现场有一棵 非常漂亮的学员树 刚刚三位老师 给到你的建议当中 你觉得哪位老师 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 你可以选一位老师 然后让他帮你 写下一个心愿 我们请他把这个心愿 排挂到这棵 漂亮的学员树上 好吗 就第一位老师吧 希望自己能够强大起来 遇见同频的人 好 那我就祝你学业有成 然后不断强大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其实刚刚小黄的倾诉 也给我一种感受 就是当我们以这种 非常平静的理性的口吻 来诉说我们生活当中 那些遭的罪 摔的娇 其实就意味着 这些受的伤害的 这个伤口已经开始 慢慢在愈合了 生活已经在慢慢 往前进行了 所以也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也会有更多的朋友 给我们金牌夜线 打来热线电话 让倾听有价值 让倾诉有归诉 如果你也有心理事 但是却找不到人诉说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4-0791 那今天我们的金牌夜线 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周再见了 晚安 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